打開盒子裡頭放著的是一支名表 一旁還有附上保證書跟購買證明 疫情影響大家現在只能宅在家 滑手機用電腦 但陳先生透過網路購物下單 買了手錶一拿到貨 他就覺得不對勁 陳先生之前在逛網拍時 看到這支名表 原本價格都要近20萬 或超過20萬才買得到 但一家歐系代購商店 卻只賣10萬出頭 讓他好心動 雖然一開始有些懷疑 但聊了一陣子 認為這賣家很有誠意 最後決定下單 陳先生指控 收到的包裹跟商品照片差很多 驚覺自己好像被騙了 陳先生後來也發現似乎還有另外一個受害者 但賣家回應 對方已經去專櫃驗貨 是正品 晚點會改評價 他也指控賣家有一次原本承諾賠償 後來近返回 已讀不回 陳先生說 購物平台目前已經把這賣場的帳號 暫時封鎖 而因為他是透過刷卡分歧下單 銀行表示會協助他向平台要求退款 如果失敗 就會向警方報案 在購物平台上 看到低於市價的商品 賣場評價又相當高 難免會一不小心被慾望衝昏了頭 但網購危險多 真的要多加留意 陳先生現在只希望自己的血汗錢 不要一去不回